好的 東京羽田機場的西跑道 現在雖然是暫時關閉的狀態 不過整個羽田機場 它還有其他三條跑道 可以恢復起降 所以整個機場這邊 其實從今天早上開始 我們可以看到 在現場這邊 可以說是非常的熱鬧的 不過事實上整個西跑道 現在除了日本航空的飛機殘骸 還在跑道上以外 我們在跑道上 其實還可以發現 有一大片燒焦的痕跡 而這個痕跡很有可能 就是海上保安廳的飛機 被撞擊到的地點 而這一架海上保安廳的飛機 事實上它是在2009年啟用 已經飛行了7911個小時 而這一架飛機 事實上原本預定 是在昨天的日本時間 下午的5點55分才要起飛 不過卻在5點47分 就已經提前進入跑道了 而這個部分當然也是日本整個要調查 這起空難意外發生原因的 一個重要的證據 而除此之外 我們還掌握到的是 這架海保飛機的機長 他名字叫宮本元器 他今年39歲 已經服役了4年11個月 而他的飛行時間 是達到了1149個小時 算是相當有經驗的一位機長 而事實上在東京雨田機場的塔台人員 也表示 他們昨天給予這一位 宮本元器機長的指示 是希望他停在西跑道的入口處來待命 結果不知道為什麼 這架飛機事實上有可能是稍微提早進入了跑道 才會釀成這一起的意外 而除了這個海上保安廳的飛機以外 昨天撞毀 銷毀的這一架 日本航空公司 空中巴士的A350的飛機 事實上他是在2021年11月 才交給日本航空來營運 換句話說 只大概營運了兩年左右 而這架飛機 他的造價其實高達新台幣93億日元 而新台幣93億元 而這也是A350飛機 他在2013年首飛以後 到目前為止 第一次發生空難的意外 而這也是全球第一架被銷毀的A350科機 以上就是我們在雨田機場 為大家掌握的最新消息